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181个重点句 这就是在56课 252页的第15行到第17行 请看这句话 We're lucky in that only the lower fields which make up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a farm are affected by flooding but other farms are less favorably cited and flooding can sometimes spell disaster for their owners 走着说我们很幸运 为什么呢 in that翻译成因为 对吧 我们讲过复合连词两次放在一块 因为 而且只放在主具的后面 不能放在具首 为什么呢 只有那些低洼的土地 它构成了我们家农场的很小的一部分 它会受到洪水的影响 但是其他那些农场 地势就不那么有利了 并且洪水有的时候 可能给农场的主人们构成灾难 这句话中有很多重点知识点 有新知识也有复习 咱们先看第一个 构成了我们家农场的很小一部分 这个一小部分用的是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这个机构 大家可能还记得 咱们的前面重点集中曾经讲过 表示某个东西的多数少数 可以用数学术语比例 proportion 还有百分比 percentage 咱们先做回忆 某个东西的一大部分 咱们修饰语可以选择high 或者用large 后面的中心名词 既可以用proportion 也可以用percentage 后面再加解词of 某个东西或者某些人的大多数 如果是少数呢 那么名词不变 把前面修饰语变一下 可以用small 这跟中文类似 或者更小用tiny tiny就是very small 某些人或事物中的少数 一少部分 可以用它 这是咱们以前曾经讲过的重要知识点 那么大多数还能怎么说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可以用majority of majority of 也是表示某人某事物中的多数 但是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修饰语 咱们不要光复习啊 绝大多数 不但是多数 而且绝大多数 可以加这几个修饰语 比如说a vast majority a great majority 或者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都可以 当然如果是overwhelming的话 前面相应的就得把a 变成an 因为它是原音开拓的 就绝大多数 或者反正压倒性的多数 这个用得多 少数呢 我们当然可以用a minority of 叫什么什么人或事物中的少数 那极少数呢 极少数我们可以a small minority 或者a tiny minority of 就是什么什么的极少数 这是指多数少数在写作中常见的表达 好 回到文章中 他说只有那些地霸的土地 构成了我们家农场的很少一部分 会受到公主的影响 a fact 动词的影响 但是其他农前的位置呢 就不那么有利了 位于某个地方 咱们说过可以用动词be sighted 用动词sighted被动 因为它是屎位于 favorably 表示有利的 favorably 这个词表示有利的 所以放那一块呢 就地势不那么有利了 并且洪水有的时候会给他们的主人构成灾难 这个构成灾难 导致灾难 招致灾难 用了一个漂亮的搭配叫spell 这个spell注意 在这里不再是拼血的意思了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导致 招致 或者带来一定是个不好的后果 常见搭配有这几个 像spell disaster 导致灾难 spell trouble 带来了麻烦spell danger 为什么什么带来的危险 后面介词呢 一般是加for 为某人某事物 对吧 带来危险 在本文中呢 是常常为农场的主人带来了一些灾难 可以用它对吧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缺乏雨水 可能会给农民们带来灾难 the lack of rain 咱们再次看到了吧 诸文中是缺乏雨水 英语中用的是雨水的缺乏 一二一名字 the lack of rain could spell disaster for farmers 你看固定搭配 spell disaster 后面加气字符 对吧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严寒的天气啊 可能会给那些园丁们带来一些麻烦 the cold writer could spell trouble for gardeners 有可能会给园丁们带来一些麻烦 就可能要保护植物啊 什么摔上草绳子等等等等 是这么一个 这句话中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复习 就是某个东西的多数少数 以及大多数 绝大多数 压倒多数 以及极少数 这个相关表达 还有一个呢 就是构成灾难 麻烦危险spell 加名词加接词for 这个书面也可以尝试用的一个表达 好 这句话重点 咱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一 一百八十二个重点 这就是在五十六克 二百五十二页的第二十行到第二十一行 请看这句话 As the flowers had put the telephone out of order we could not find out how they were managing 因为这些滔滔的洪水啊 已经使电话出故障了 我们就无从知晓 他们是如何来设法对付这个情况的 前面这个s引导的当然是一个原因创意从据 反正因为 这个floss一般表示大面积的洪水了 用复数表示滔滔的洪水 大面积的洪水 已经使电话出故障了 有的说没有出故障这个词 有啊 就是put something out of order 这固定搭配使某物出故障了 一般都是什么电话啊 电视机啊 空调啊 冰箱啊 put something out of order 使什么什么东西出故障了 那么它的反应词呢 就是把什么东西修好了 put something in order 或者叫put something right 这两大语能替换 put something in order 或put something right 叫什么呢 把某东西修好 刚好是put something out of order 完美的反应词 这个搭配我们在46克出现过 咱们可以复习一下 请看212页的第14行到第15行 212页的第14行到第15行 它怎么说呢 When light feels Furniture gets rickety Pipes get clogged Or vacuum cleaners fail to operate Some women assume that their husband will somehow prove things right 当电灯因为保险丝断掉而灭的时候 当家具变得摇摇晃快闪架的时候 当那些管道被堵塞住的时候 或者吸尘器不能工作的时候 有些女人就以为她们的老公一定会用某个方法把东西修好的 put things right 把这个东西修好的 来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right 反应词 就put something out of order 所以多寄一些地道的习语 可以明显使文章写得更加地道 而不至于用语法把单个单词沾在一块 不但写得慢 而且总觉得欠一些味道 就像老外用中国人用中文写文章的话 总不用成语 咱们总觉得它缺点中国地道的汉语的味道 英语中也一样 多寄习语 那本文中这个呢 put something out of order 就使出故障了 但有的时候我说我的电话坏了 不是说使他出故障了 就是坏了 出故障了 表示状态怎么办呢 那更好写了 直接可以说be out of order 某个东西坏了 这个东西出故障了 be out of order 咱们可以看一道书空练习题 其实早就出现过这个搭配 在哪里呢 大家请翻书 在21页练习题的第一题 请看D选项 咱们翻书啊 21页练习题 练习题第一题的D选项 好咱们看看这题目啊 21页就是第二课的 疏忽联习题第一题 他说the church clock did not work because这个教堂大中不能工作了 这是因为什么 咱们看应该选择D选项 D选项是什么呢 the bell had been out of order for many years 这个大中已经坏了很多年了 大家看到了吗 the bell had been out of order for many years 不能翻译成这个大中在秩序之外 而是出故障了 当然确实跟秩序是有关系的 按秩序工作就是正常工作 跑到秩序外面乱走 但是出故障了 我说我的手表出故障了 my watch is out of order 我的计算机出故障了 my computer is out of order 都可以这么说 这只是状态 如果使出故障呢 前面把必动词换成put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类似的结构我们再多看几个 我们在十四颗贵族歹徒中 见过这么一个答案 叫put out of business 叫使某人破产了 还记得吗 使这个东西跑到了商业外面去了 无法经商了 使他破产了 还有一个叫使某人失业了 大家还记得吗 put somebody out of work 使某人跑到工作外面去了 无法工作 使失业 跟那个put out of order 可以同时记结构类似 我们看到这几个搭配呢 抽象的含义类似 这个out of都是表示 在什么时候的外边呢 在什么秩序的外面 当然坏了 在商业外面破产了 在工作外面没法工作 我们再看几个表示外边的 这个搭配 比如说 am out of patients 表示我现在可不耐烦了 我跑到耐心的范围外面去了 我现在很不耐烦 再比如说 am out of anger 我们大家是愤怒还是不愤怒啊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翻译成出离愤怒了 我不但愤怒 愤怒的边界已经超出了 就鲁迅先生说的 出离愤怒 气死了 out of anger 还有什么呢 想的tv is out of repair 这个电视机怎么样 这电视机已经无法修理了 您的电视机还太老了 您的修电视机买新的还贵呢 is out of repair 无法修理的 跑到修理状态之外 没法修理 但是我们知道 out of在有一些固定搭配中 不见得是表示在什么时候的外边 还有一个重要意思是什么呢 是出于什么 或者由于什么 跟中文中的出不是out 出于什么 也用它 咱们多看几个 比如说24个 咱们讲过这么一个搭配 叫out of sympathy 和out of pity 叫出于同情 出于同情 里边出于同情 我给了这个乞丐一点零钱 out of sympathy I gave the beggar some change 给了 取开一些零钱 出于同情 再比如说出于兴趣 out of interest 再比如说出于敬意 out of respect 再比如说出于良心 out of conscience 抗制着良心 咱们写个点二侧出现过 对吧 再比如说出于必要 out of necessity 再比如说出于这个这个 这个绝境绝望之中的这个力量 叫out of desperation 出于绝境之中的力量 出于绝望 out of desperation 等等等等 都可以说 这些搭配还是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我们见过之后可以放心用 但别自己瞎编 不是随便一个名词 都可以放到后面 我们为什么多讲呢 否则讲一个不就行了吗 因为只有这些搭配 用out of是可以的 其他搭配拿不准 请查字典确定 不要自己乱编 咱们再看在小肯尼迪著名的 就职演说中 也出现这个out of 我们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片段先看一下 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我们看到这个片段 咱们应该听过一些 so let us begin anew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 anew就是again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 remembering both sides 双方都应该牢记 这个remember在这非为动 so remembering 但是它是集物的呀 后面先加的双语 on both sides 双方 那肯定是宾语后制的 咱们看到了吧 这个that从去是做remember的编语 了解什么呢 千功并非懦弱之真相 真诚永远需要验证 千功千去 用的是savility 并非懦弱的表现 真诚永远需要验证 那么be subject to 在这反正取决于由什么什么来决定 因为当时双方美国和苏联嘛 你说你是真诚的 咱们俩是敌人 请你拿出证据 否则我不信 注意后面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让我们绝不要negotiate 谈判 什么叫out of fear 这个得翻译成出于恐惧了 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而去谈判 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这用了一个回文 来回来去 把这个fear和negotiate 翻过来倒过去用 这个地方出于恐惧 我们看到了用out of fear 要是出于由于什么 这几个搭配可以放在一块记 那么对写作肯定是有帮助的 好在我后看 问什么样的 we could not find out how they were managing 我们都无从知晓 这个find out是发现某个事实 信息情况 咱们讲了find 一定是发现一个看得见摸得找的东西 I finally found my key 我最终找到我的钥匙了 而find out是发现某个情况 事实真相 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本文中他们是如何应付处理这个事的 这不是个具体可摸得着的东西 所以find out是对的 how they were managing manage manage在这当然不是经营管理的意思 他们是如何设法去对付处理这个事的 本文中后面其实省掉了 find out how they were managing to deal with it 后面省掉了to deal with it manage to do 就是设法去完成的模式 deal with 是应付处理 如何设法能够处理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洪水这个事 好 这句话呢 重点我们看的是 其中最重要的是 Adom加名词 两个重要用法 一个是表示在什么什么状态之外 有一大堆精彩表达 第二个表示出于又有相应的一些表达 这些表达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 因为这些表达不能自己乱拓转 必须见过再用 而不要自己去乱发挥 好了 这句话重点 咱们就跟老师学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183个重点句 这是56课252译的第21行到第22行 请看这句话 从一个阁楼的窗户 我们可以把这个河流 就是他们的土地 跟我们家的土地相接上的地方 一览无语 看得清清楚楚 并且呢 在那个最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轮流来观察那个地方 看个是不是邻居家出问题了 马上赶去救他 我们说这个atic 表示阁楼的意思 从阁楼的窗子 我们可以怎么样 we could get a sweeping view 这个sweep 我们知道 表示扫地的意思 sweeping 就是一大片呗 get a sweeping view 表示一览无语 可以俯看得清清楚楚 跟扫地一样 整个目光横扫一大片 这个表达可以换成这个结构一样 可以叫get a sweeping view 也可以换成get a bird sign view 鸟看俯看是一样的 可以得到一个鸟鸟的眼睛的视野 一览无语 对吧 叫get a sweeping view 或get a bird sign view 这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好 再往后走 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地方呢 of the river 这个河流 什么河流 就是河流 和他们的土地 与我们的土地相接两 这段河流 join是相连接的意思 但是并不是加入 连接到一块 并且在最最紧要关头 as most at the most critical juncture 咱们注意这个juncture 表示时刻 其实类似于咱们名词moment 但是这个juncture 比moment 语气要重 一般都表示某个重要的 重大的时刻 比如最紧要的关头 最危急的关头 最重大的关头 最有趣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往往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和关头 跟moment一样 它一般都是跟ts at搭配 critical 本来就是至关重要的 再加most 放在一块最最重要的 最最紧要的时刻 这个紧要关头 在什么什么最紧要的关头 在本文中的语境下 其实就是在洪水最猛烈的时刻 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人命 在洪水最猛烈的时候 咱们说后提出现了一个 洪水最猛烈的时候 该怎么说呢 咱们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这个表达是地道的 咱们说呢 when the flood was at its height 当洪水不能说在它的高度上 这个height 表示顶峰顶点极限状态 一般是跟ts at搭配 对 当这个洪水处于顶峰峰值极限状态的时候 就洪水最高最猛的时候 注意这个height可以表示极限状态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搭配也行 at the height of the flood 在这个大洪水最紧要的关头 咱们前面加一个at 直接用借次短语当状态也行 对吧 当时间中 总之这个height表示极限顶点状态 咱们在生活中可以尝试用一用这个the height 表示在什么什么最兴盛最顶点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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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最顶尝的这么一个状态 咱们看下一cı 咱们翻译几个句子吧 八月正是盛夏时节 在夏天最颠峰的状态 就盛夏 对吧 好了再看这个 the storm is at its height the storm 暴风雨正在最猛烈的时刻 这个height 依然是顶峰极限状态 注意如果加s的话一定加at就好了 好我们看一道术后题 咱们看一下255页的第十题 咱们看一下255页的第十题 这个题说and什么 we took turning the watching that point 在最紧要关头我们轮流观看的一个地方 这是选一个搭配跟文章中的含义一样 ABCD应该选哪个呢 A选项in the peak of condition 在顶峰的情况 这个peak 表示顶峰 顶峰请山峰啊 这个不通顺不准确对吧 那B选项in place of the most severe critic 这个乱套呢 in place of是个习语是代替的意思 后面critic咱们31个见过就评论员呢 评论者呀 代替最严厉的评论者 根本不通顺直接排除 然后呢C选项 at the most dangerous boundary Bangary在最最危险的边境边界地区 Bangary表示两个地区或两个国家或两片地的边界 本文中不是边界嘛 是河流的那个地方并不是边界不符合原文 所以只能选择第一选项 when the flood was at its height 当洪水最猛烈的时候就是最紧要关头 这个地方用对了 好再回到这个句子中 那么在最紧要关头怎么样呢 我们轮流去观察那个地方 就生怕邻居会出危险 轮流做模式叫take turns 但是后面进一步的搭配 咱们必须熟悉 要不会用 take turns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是take turns doing something 或者take turns in doing something 本文中用的是这个搭配 当然这个in 有也行 没有也行 可以去掉 加上也行 本文中加上了 当然是对的 或者干脆用take turns to do 轮流去做模式 加动词不定式 这个搭配 也对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看个例子 我说我们大学啊 三万多学生 只有一台电脑 所以我们只好呢 轮流使用它 四年怎么又能轮一次 咱们看这个 叫there is only one computer so we have to take turns in using it 或者说we have to take turns to use it either one is ok 两个搭配 都对都好都可以 好这是这句话的重点 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最猛烈的时刻 这个章尺以及替换的一个名词叫做height 叫巅峰状态相关的一些表达 这两个呢都是跟这个at搭配比较漂亮的 好 还有另外一个就轮流做模式 take turns后面两个不同搭配 是可以替换的 在写作中咱们都可以尝试使用 还是这句话 讲完之后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它记下来 而不是当听评书 听一遍过去就完全失去效果了 好这句话重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